好了 来 给你打分数 谁让男嘉宾给李嘉宾打分数 这得打99分的 哎呀 给你打 99分 少一分 给快乐打错 打一分 李嘉宾给男嘉宾打分数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笑 臭 为啥意思 你弄个60就得了 干嘛呢 你那么开心 计格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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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分啊 99我还能给你打菜 我得比你低一点 到底低一点 高一点 到底低一点 高一点 男嘉宾的心忽忽忽忽的呀 跟着 您到底多少分来整个准数 都不一样呗 99 对呀 来吧 对呀 来 坐下来 比较勉强的 看一个好爽的时候 这就是不一样 来 把这男嘉宾都说了个 你坐 你坐 那个 往这边点 往这边点 来 女嘉宾再往这边点 男嘉宾 我来 阿姨 阿姨 往这边 这边 阿姨 按那个份 按那个份 我靠楼 女嘉宾 你看镜头 你瞅镜头 我要逛 瞅你 好了 五分钟 二位 随便聊 多大岁数 我六十五啊 你看 别想我太大了 我的身体素质特别好 人家多大 不是说你多大 有没有眼费 你们觉得看好不好 就试把你没太好 也没有用 那倒是 你要是岁数觉得你不合适 就找个 吃 找个三十个岁 女嘉宾太强识了 在男嘉宾 对 太强识了 咱们找这个人是过日了 不为了是岁数 你得看演员 看不看那个电视 有一个老太最老 已经过来 找那个多年轻 舆论纷纷 已经过来很幸福 不要看岁数 看他的身材 看他的 那个肾体素质各方面 你觉得 他不是岁数大到家 就倒羊了 他不是那块人 我比你会宿命长 像机关窍 他这性格我还挺喜欢 他慢 我急 挺好 要多这么急 说话 主要多你小朋友说 来来 行 那不所谓 我小朋友 请你吃饭下去 你牙我也看好 你自己 就看好的 你牙了 牙最脸面了 脸面牙好 最好的 从哪儿都顺眼 你要是找我 你这边就相符 你要是不找我 你这边就相符 那得慢慢了解行吗 那得慢慢了解行吗 好 慢慢了解 我比你下去不会了解 不 你这样的事 阿拉现在也不能定下来 我能定下来 我定下来 因为我心里现在没有底 你干嘛没有底 没有底 就这个社会 你什么底都有 法律那么好 以后没有底 什么都不用怕 你这一说我啥都怕 要不然一开始我真 我听你 光听你来底上说那个声 我挺喜欢的 这一下来 你真把我吓上了有点 有点 你们有个大人 在他上边有些 在别的地方 不是我喜欢那些 上边他有个海 没有喜欢 你喜欢我也好 我喜欢你也好 咱们现在都定不下来 咱得通过一段时间了解 还得跟他们编导 或者导演 还有工作人员 咱们慢慢沟通 行不行 互相了解了解 行吗 实在不行的话 你给我留个地址 我打个车 上你们单栋去扛看你 你要看我比心都有 你现在就能看 比如说你看 我把这男子逼着吃得更坏 就觉得他这种人要喜欢一个人 他喜欢的不行 他要烦一个人 烦的也得不行 所以说女嘉宾能够这么跟你说 是因为他非常地喜欢你 我对象病了十一年 刺我十一年 不离不弃 一次你都不开始走 像你那个媳妇 你那个老婆 那么能挣钱 那么干 我还跳舞 哪能斜行 哥这样给老头刺我好 架里摆了好 他就是幸福 他没有福了找你 他没有福 跟你俩分开了 没有那语言 来他密室女嘉宾哪想说话 我跟你讲 密室你还想说话 我都插不上话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前妻回来跟你认错的话 你俩还可以复合吗 这个话题 我这么告诉你 不可能 一 也是他不可能跟我回来认错 二 他就即使回来跟我认错的话 我也不能再选择了 男人吧 一样的音乐子 男嘉宾说了 上一段活天赌输了 同样的赌局 你就不能再去了 是吧 过去了 过去了 而且旁边女嘉宾说了 好马不吃回头草 那亏就吃一回得了呗 还上第二回当 有点是女人 接来咱也看看女嘉宾的感情 我和我丈夫 就是自由恋爱 他七岁 就是病了十一年 他自历六年 我伺候了五年 五年就是我床 我洗澡 就抱着铺上塑料布 剪头我剪 手杆毕饭 扎吊瓶全是唯一人 住院 我没用儿女 没办法 那结果一个人糟 孩子还上班 我也不想累孩子 去世七年了 我就担心这样是自己熬过来 那是岁数小吗 还可以呢 觉得现在太孤单了 吃饭不行 睡觉不行 邻居也说 一路设计小七年 我说再不找 睡觉大就不好找 一个人在家这么孤独 我虽然得找个伴 早饭不说为了吃饭 为了干什么 乐观点 乐观点 对社会有质量一点 生活不闷慌 就这点要求 我想找个身体健壮一点的 魁梧一点的 脾气好一点 别那么 别像我这么急躁就行 看好我 我就看好你就可以牵手 别的不想 你相当于这些五年 如果没有女威夫这个照顾的话 可能她走得走 五年呢 你好 老人 手都跟老人一样 你知道吗 而女我还不想用 不想干 不干 那您丈夫的性格 是属于内向的外向 小心眼 就是看个男的 你觉得 他看你 我喜欢 对了 那不会给你造成那种压力吗 我就 随它一样 我要上班的 我就跟你回家 从来买菜不说 看看这个摊便宜 看那个摊便宜 便宜最美 我那油摊呢 我就不用看哪个便宜 倒要买 就跟你往家走 我要到家他就看重点 看重点合适就正好 要晚一点 我就跟他解释 坐车人多了几 这个车没上去 等下一辆 那你怎么办 那是我男人呢 你太惯着他了 可不是呗 是 牛扶他 但是 我也没有 但是你是享受其中的 是吧 没有感觉 我老公天天管着我 我像被监控一样 我跟我扮着日子的 他说他爱你 他又不爱他不会这样 就像他那个老婆那样 要干什么吗 你简直就乖 你就走得轻 不行啊 不能打 不能打 跑了吧 我觉得家庭过日了 大部分都在于女房 男房直到上班正前来嫁 就行了 你还要求他过呢 还有什么 你把饭按时按赏给他做吃 好吃点 他没有不回家 饭店他都不下 没有我老婆做的好吃 我再回家 这不是你饭也不做什么的 不愿意回家 这是三号女嘉宾的一个婚姻之道 但是我听她讲完之后 其实我稍微觉得 她有点委屈啊 这各家付出的太多了 是啊 伺候家里的人 然后呢 每天准点下班 把对方生气 对 可能家里所有的家务 都有你一个人完成 就一个人完成 然后你还享受其中 对 我觉得真的是 我不和我男人一样 不和我老公一样 为什么 我觉得他是底梁柱 你把他气倒了气汗了 还得我伺候 嗯 我既然我 我让他点儿 哄他啊 让他身体坚爽点儿 被给他起病了 那按照传统来说 他是一个贤惠的内助 本来就是那也是人吧 不是说差不多 那一家庭就是这样的 那一家庭就是这样的 对 必须是这样的 您是健康后顿 完了后来把家里关好 男人在外面做实验 对 对 对